欢迎小课堂 每周定时更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鱼娘 不知不觉改画系列已经做到了第六期 这期间云妹收到的改画投稿都破百张了 七年见证了大家画记忆的成长 所以说 画画只要每天坚持练习 时间长了肯定会有进步的 熟能生巧嘛 哼哼 回归正题 虽然小伙伴们的绘画水平都在进步 不过仔细观察的话 还是能发现很多问题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将继续抽选两幅作品 进行全方位大改造 那么第一幅画就是完成度很高的这张啦 一眼看上去 大家是不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其实这已经是第三版了哦 这位小伙伴最初投稿的第一版是这样的 线条凌乱 细节不清 就像草稿一样 之前的改画中云妹也说过 现稿的问题 完成稿必须要勾线 重复的线条会让画面显得脏乱 不过这位小伙伴也认识到了问题所在 很快勾好线给了我第二版 证明显要好看多了嘛 然后云妹万万没想到的事来了 她还给线稿上了色 发给了我第三版 整体感觉还挺好看的 但是 在细节方面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要不然云妹我这次就难 圆图中眼睛的位置略低 大臂和小臂间的关节没有表现出来 右腿的小腿曲线不正确 胯和大腿的挤压关系不正确 腿的朝向也不正确 颜色整体会度偏高 阴影也有一些问题 这么一看是不是问题还挺多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大改造的时间了 首先是对五官进行一番整容 把眼睛的位置提高 然后是为手臂增加肌肉 添加起伏感 把大小臂转折的关节表现出来 其次是腿部的调整 从圆图可以看出 双腿处于一前一后 我们可以先对右腿的腿心进行修正 然后通过膝盖的朝向判断 双脚应该是朝向内侧 就像走猫步一样 保持重心的平稳 最后再对头发进行一定的调整 让发型感觉更加飘逸 至于服装设计部分 原画在服装设计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服装的动态感也有表现出来 之后就是关键的上色环节了 我们先根据圆图的颜色 降低一些灰度 为人物填充上底色 然后添加上阴影和高光 这里要注意 在画眼睛的时候要注意 区分眼珠和反光的颜色 可以更分明一些 高光的位置应向上调整 阴影的走向应该随着五官的起伏变化去变化 头发的高光成圆弧状 阴影里的高光应当弱化 为受光面增加一些亮色 这样就全部改完了 这里上色时用了部分厚图的技巧 所以与平图的效果不太一样哦 接下来是第二幅作品 完成度稍微低了一些 但是人说看起来比较特别 观众典雅的造型搭配 润利的眼神 应该是一位诚服很深的领导者 妈 不管是什么身份 都逃不掉被愚昧我审判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一下问题 人物的眼距过宽 别人的走向不正确 头发发丝太乱 手臂的长度过短 衣服褶皱太乱 周浮图的问题都比较明显呢 相信有些小伙伴们也看出来了吧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来开始大改造吧 首先把人体框架确定好 然后对五官进行修正 眼睛的间距鼻梁的走向都要调整 之后是对头发发丝的整理 最后修正肩膀的高度 并加长手臂 关于服装方面 在画这类较为宽松的衣服的时候 褶皱的走向与袖子下面的躯干相关 所以哪怕是大部分身体躯干 被衣服遮住 起稿时也一定要将人物的身体框架搭好 这样准幅画就修改完成了 有没有感觉非常有气势 那么本期的改画环节就到这里了 目前该系列是两周一更 大家可以继续踊跃投稿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